凤九决定回青丘 陈玉援军不忍心看凤九受这样的委屈 决定和四面新军一起替凤九出气 三殿下来找四面新军 碰到喝醉酒的陈玉 被陈玉揪着领子送了出去 姬衡的嫁衣已经送到 在外的知鹤公主知道帝君要去姬衡为期 立即启程回宫找姬衡 凤九将要回青丘 在那梁亭自言自语 回忆着和帝君的点点滴滴 并留下了几个烤熟的地瓜给帝君 凤九走后 帝君来到那梁亭看到了地瓜 若有所思 陈玉酒醒后看到三殿下 一下慌了神 直到是忘了正事 和四面新军以及哲言上神来找聂初营 并拿到了凤九的皮毛 凤九的爷爷看凤九多日不回家 很着急 责备凤九被白浅带坏了 先会上陈玉故意向帝君问起凤九 帝君敷衍回答 三殿下带走陈玉说是 陈玉表示感谢三殿下 曾经在劫难中的鼎力相助 但认为这只是三殿下的把戏 无情离开 三殿下目送陈玉 叹息陈玉还不知自己为何遇难 凤九回到清秋 表情失落 小精卫上请问候并安慰凤九 哲言上神表示要拆了太成功给凤九出气 凤九拒绝表示不关帝君的事 哲言上神说要帮凤九挽回掩面 聂初营来找摩尊 想要帮摩尊解开封印 为摩尊效劳 摩尊让聂初营去找索魂玉 帝君大婚之日 欲耶摩君来结新娘 却发现新娘是知赫 知赫表示姬恒昨日消失 知赫七君三殿下操持婚礼失职 天君宣布婚礼终止 并将知赫和三殿下押入大牢 原来是姬恒和敏苏决定一起私奔 刚好碰到知赫 和知赫讲明后便和敏苏离开了 知赫想要嫁给帝君 便冒名顶替 披上了嫁衣 姬恒的哥哥知道敏苏不见后 就明白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三殿下让崇林带信 表示帝君帮助姬恒出逃 竟然没有和自己说 太失望了 姬恒找到敏苏后 也表示感谢帝君的相助 敏苏却不知自己身上 已被魔族留下痕迹 两人逃不了多远 帝君未与姬恒成婚 凤九还会来寻帝君吗 与之后事如何 请登陆腾讯视频搜索 三生三世诊上书速看吧